贾乃亮李小璐正式离婚 李小璐深夜发长文 人非圣贤熟能无果 11月14日晚 令全网都沸腾了 贾乃亮工作室和李小璐工作室 分别发布了一条动态消息 管宣李小璐和贾乃亮离婚 有趣的是二人的工作室 是同时在22点零分整点发布的离婚声明 不知道是否跟二人以往的经历有关呢 李小璐承认自己有很多缺点和不足 还表示人非圣贤熟能无果 希望人们回望李小璐与贾乃亮的爱情 当年贾乃亮追李小璐也是费了不少心思 后来感动了李小璐的父母 在父母的劝说下 李小璐接受了贾乃亮 在一次晚会上 贾乃亮当众拿着戒指单洗下跪向李小璐求婚 不久二人便步入婚姻的殿堂 贾乃亮太爱李小璐了 李小璐在剧组演戏遇到大雨 前面的路都被水淹没了 贾乃亮把便把他抱在怀里 生怕他投淋药雨 脚挨倒水 试问如今的PG 万能做到这样宠他爱他吗